大家好,今天是5月26日 我来分享一下5月第三第四周大盘的走势回顾 和下周走势与反转日 我呢讲三个问题 第一,重申我的极端反转日的定义 第二,回顾过去两周大盘走势的特点 和不同时间结构技术指标的信号 第三,探讨下周走势与周内反转日的预测 那在讲之前,我还是发表一个声明 就是本人不是有执照的投资顾问或经纪人 而是业余探索市场走势的玩家 纯属对大盘走势有兴趣 自己编了一些指标,我是闹着玩的 对我所说的,你们不必太认真 做一个参考就好了 千万不能按照我说的去下单 要跟您自己系统的信号走才是正道 那下面呢,我来讲第一个问题 重申我的极端反转日的定义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在度假期间呢 我脑子里边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常有朋友对我讲的搞不太清楚 觉得很困惑,不是很理解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我再重新讲一讲 尤其是有很多朋友他是新来看我的视频的 对我这个思路啊,是不了解 我把这个问题重新来讲一下 这个可能是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说的这个反转日 更准确的讲呢 叫极端反转日 打一个比方 我们把一个球扔到墙上 这个球马上就会弹回来了 我们我所要探讨的问题 其实就是要在找到股市里的这堵墙 价格运行到这个墙上 他就会弹回来 所不同的是呢 这个墙呢 它是一个固定的 而且它是清楚的 不需要预测 直接就看到了 股市里的这个墙啊 它是不是固定的 它是不断的变化的 是不确定的 但是它也是有一个墙 就是价格走到这个地方 它就会返回来啊 比如升到这个地方 它就要转跌 跌到一个地方就要转升 但是它走到这儿 要弹回来 这个意思和我们把球扔到墙上 这个墙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地方是不确定的 它是动态的 那么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堵墙 一个是北墙 一个是南墙啊 就是这个股票走到了这个北墙 撞了北墙 它就要跌了 它要撞了南墙 它就会要往上升 所以我自己呢 就是研究的 就是这个撞墙 所以也就叫做 极端的价格反转日 就是我们预测 就是预测这个极端 什么时候会出现 那么这个极端呢 它是有两种表现 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是去看这个K图 看K线图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看线图 从K图来讲呢 这一天哈 是我们5月4号 我给的反转日 5月4号是一个趋势段的末日 它这一天呢 它就出了一个D 第二天反转 在这个线图上 你看呢 它就是一个D 所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反转日 在5月12号 12号到18号是一个趋势段 那么这是12号 12号是这一天 它形成了一个D 然后第二天上升了 那么这一天呢 它也算是一个反转日 这也是一个反转日 然后你再看5月18号 这个5月18号也很清楚啊 它也是个极端反转日 那么我预告啊 5月18号是个极端反转日 那么它出了一个收盘高 在线图上 它是一个收盘高 然后就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5月25号啊 这一天是5月25号 它就是直接就反转了 向上反转 所以这个极端反转日啊 通常它是由两天来构成的 一天 它可能就是 是一个收盘低 或者是收盘高 然后第二天反转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 当天那个反转 我们来研究的是极端反转日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 当我们说趋势段的时候 它的这个波幅会增大 你比如说这一段 它是波幅是增大 不是很明显 但是它是增大了 就是12号 5月12到5月18 它是有法增大的 然后我说5月25号 5月25到5月30号 是一个三天的一个趋势段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价格 波幅是在增大的 是吧 这个你直接从这可以看 周四比周三高 周五比周四又大 这个波幅它又又进一步增大了 然后它的均线是向上的 这个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什么叫做极端反转日 我以前只讲反转日 所以很多人的不理解 这没有反转呢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要更明确的 就是我探讨的是极端反转日 我就是要找这个墙 找这个墙 那这个墙 它可能是一个收盘高 或收盘低 也可以 也可能是一个盘中的高 或盘中的低 那你像这一天 它是一个收盘高 这个5月12号 它是一个收盘高 那它第二天 出了一个盘中高 但是又收复了 然后以后连续几天 它是下跌的 然后换成这个图 就看到了 这个就是 所以这一天 就是个极端收盘价 极端反转日 就是说收盘 就我们讲 它算是一个收盘价的一个反转日 这就是我要研究的 总结的话 就是说我所说的反转日的定义 一个是盘中反转 这个盘中反转里边有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高开低走 或者低开高走 它就又更极端了 就比头一天的那个收盘价 它又走得更高 然后呢就反转 那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说它是直接反向运动 就好像这个礼拜四 25月25号 它就直接跳空 跳空高开 向上走 这个是跳空 这个底下这个半 这个这个绿半 是它的跳空的那个价值 直接跳空高开 它就是反转 那么这个低呢 它是出在礼拜三 那么礼拜四 跳空高开 这是就是盘中的 就是盘中价格反转 那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说呢 收盘极端 收盘价格极端 要么是个极端高 或是极端低 那么第二天反转 第二天第三天 就很多时候 就是连续几天 它就会 就会走低了 就好像 这个 5月12号 5月12号 它收了一个 收盘高嘛 然后它就连着几天 它就是走低 第三点呢 就是说呢 这个趋势段 我所讲的趋势段 就是说 这一段时间 这个趋势段 这段时间呢 价格的波幅 日均波幅会变大 就是那个均线 那根黄线 日均波幅会变大 为什么我研究这个呢 我呢 花了很多时间去 研究这个价格的反转 但是呢 我发现 这个准确率啊 不如 这个研究趋势段 这是我们研究 这个波幅的变化规律的时候呢 我发现 一个规律 就是说这个波幅的 首日和末日啊 往往 它是一个反转日 那这个反转日的 它的准确性呢 就比 我直接单纯的去研究 价格的 那个反转呢 这个准确率要高得多了 那么按照 我的这个定例 定义 就是这个一和二的这个定义呢 那 到目前 这个月啊 一二三 四个都是对的 还有还有两啊 下个月 这个这个月还有一个 啊 就是五个吧 就是目前 就五个里边 有四个都是对的 然后上个月呢 是九个啊 我给了九个 九个全部都是对的 所以 通过研究波幅 然后来找到规律 我发现这个准确率更高 所以我基本上 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就不再去分享 价格预测指标了 我就完全都是按我这个 趋势段预测指标 来找它这个首日和末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回顾过去两周 大阪走势的特点和不同 时间结构的信号 然后呢 我们还来看图啊 在过去两周啊 这个市场呢 走了一个N字形 N字形 就是你看他走了一个升 一段一段升 然后一段跌 然后又走了一段升啊 就走了一个N字形 但是总的来说呢 波幅比比前面一段时间呢 就是是增大了 他比前面比前面这这几天呢 他是有所增大啊 增大 他走了一个N字形 从日图上来看呢 这个价格的信号啊 周一 本周 本周一呢 是卖 本周一和上周吧 他是连续有 四天是绿灯啊 然后呢 周二 周三 周四是红灯 然后周五 是绿灯啊 就是转入一个买入的信号啊 但是呢 呃 从指标上来看呢 他是有 有一定的背离啊 就是 价格走得很高啊 走的走上去了 但是 这个指标 是在一个相对 啊 低的位置 这是 有一个背离 这个礼拜五啊 这个礼拜五的收盘价 他是一个break out 啊 向上看呢 这是一个蛮 蛮强的一个啊 这个市场走势啊 一个向上的 呃 态势 如果我们 来看 ndx啊 ndx呢 他就更强了 这个ndx呢 是一个大突破 连一两天呢 他是个大的 大的那个向上的 这个突破啊 那么就是说 无论是 你看他的线图 还是看他的 这个盘 收盘价的 这个 这个就是 无论是呃 收盘价 还是盘中价啊 本周四和本周五 他都是向上的突破 这是这是一个 很强的向上的态势啊 然后 呃 日图技术指标 是连续两天 两天是 绿灯啊 那这里边呢 也有背离 就是说价格 比前面的高 高了很多 但是技术指标呢 他只是转升了 但是比向上还低啊 这是有 背离的这个 这个表现啊 我们看 纳斯达克宗旨啊 情况也是一样啊 这是纳斯达克宗旨 纳斯达克宗旨呢 他是 礼拜五breakout 啊 向上 礼拜四还没有 没有过去啊 礼拜五是一个大的breakout 这次终止是这样啊 不像这个 ndx 他是连续两天向上breakout 然后我回到 回到spx 然后我们把那个 呃 月图也简单看一下啊 这个是月图啊 这个月图他没有完 还有两个交易日才结束啊 但是我们提前看一看啊 这是从线图上来看呢 我以前都讲过很多次 这是一个反向的头肩底啊 一个一个底 然后左肩右肩 呃 我们呢 已经目前是breakout 目前的价位是breakout 它的薄线是多少 薄线是4130 这个周五收盘 还是breakout 是是在上面的 呃 然后呢 我这里边有一个蓝线啊 这是一个长期的 长期的趋势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到周五收盘啊 spx走到了这一根趋势线之上啊 就在这个地方 他走到了之上 所以这个是 看涨啊 是看涨 但是呢 还不能下结论 因为这个五月份还没有完 还有两天啊 那么就等礼拜三结束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 这个就比较有意义 就是下周五 我们再来看的时候 这个是就 他就走完了 就比较有意义 这个周图呢 这个态势是很很很很不错的啊 这个走势看起来还是很不错 因为我以前讲过 这是一个上斜的三角啊 走一个上斜三角 呃 周五啊 本周呢 他是一个向上的breakout 他已经走到了 这个收盘价啊 盘中价盘中高 收盘高 收盘价 他都走到了 这个都是一个breakout 向向上的突破啊 那如果你要看那个线图的话 他就更清楚了啊 如果是看线图的话呢 啊 这是一个高啊 这是一个高 这是一个高 呃 这个高是 2月3号的 然后呢 这个高是 这个高是4月28号啊 4月28号他突破了这个3月2月3号的这个高啊 然后呢 上周和本周又连续两周突破了4月28号的高 所以这个价格的这个这个图形啊 形态啊 他是一个看涨的还是蛮强的向上突破啊 如果我们看技术指标他是连续9周买入啊 所以这个态势是是看涨 而且呃 从SPX交易量看哈 他是连续两周也上涨的哈 这个这个是他的交易量嘛 连续两周向上 而配合了两连续两周线图都向上突破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中长期来看 这还算是一个相当好的 呃 60分钟 我们看这个是60分钟哈 60分钟 他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区间 呃 然后呢 60分钟 他是 是买入的 呃 然后我们看一下 30分钟 30分钟收盘也是买入哈 但是60分钟30分钟的买入 他都是在高点啊 在比较高的位置 啊 然后我们看15分钟 15分钟呢 周五呃 收盘的最后一根半是向下的 啊 所以 没有什么特殊的呃 消息的话 啊 下周二开盘一开始可能会有向下的 这个动作 啊 我回到60 回到60分钟哈 60分钟呢 他是 仍然是维持买入 但他是在一个高端啊 在一个比较高的那个那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也是说 可能快要向下了哈 你比如看 你看这个地方是高端 在高端 高到一定的时候 他就要回来啊 这个也是高端啊 高端 他回来了 然后这个高端啊 所以现在他把这个上面那个上波端线已经过了啊 非价格指标哈 非价格指标这个是 VIX哈 这个VIX指标呢 目前是向下的 他往下走嘛 那么他就 价格呢 他是往上啊 这是VIX的走势 这个指标呢 这个指标呢 是52周的 创新高和创新低股票哈 S&P500股票当中啊 有多少是创新高 有多少向创新低的 那么这个指标呢 目前是向下 是一个背离 和这个非价格指标和价格指标 他是背离的啊 这个是往上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新高新低啊 他是背离的啊 然后这个指标呢 是AD index哈 就是Advancing ESO和Decline ESO 那么这个呢 他是看涨啊 他是对应的 但是他也是有一定的背离嘛 就是说这个价格跟前面那个高 已经超过前面高了 但是他呢 在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个指标是看涨啊 然后这是Volume 就是Up Volume和Down Volume Index 那么这个指标呢 是看涨 然后最底下的这个呢 就是Adline啊 Adline他也是 是看涨啊 这个总结呢 就是 嗯 周图啊 5月 第4周 价格指标 维持买入信号啊 连续第9周为买 然后呢 那线图连续两周向上突破 走出了上斜三角 大方向人为声势啊 然后日图 周一 是买信号 然后三天卖信号 周五又是买 两周 走了一个N字图形啊 那么线图周五是向上突破了 NDX和NASDA宗旨是连续两天 向上突破啊 然后连续两天买信号 这是一个啊 蛮强的一个一个态势啊 然后日内图啊 60分钟 30分钟 周五收盘是买入 但是他是在走指标的高端啊 越过了上波端线 15分钟 图呢 周五收盘是卖出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啊 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探讨下周的走势 与周内反转日的预测啊 我呢 还是讲五个要点啊 我从五个方面来说 在讲这五个方面 五个要点之前 我讲一下价格区间吧 这是60分钟图啊 目前一个新的区间啊 就是低端是4103.98 那么就算4104 然后呢 高端是4212.91 中线就是这个50%回撤啊 这个中线是4158.45 那这个区间啊 这个本周的这个区间啊 他也决定了下周价格的预测 就是说他走到什么地方 他可能出现的价格啊 是多少 那么我呢 也算了一下啊 这是刚才我讲价格区间 如果 未来 SPS向上突破了高端 4213 上方的目标价 我这给了三个啊 一个是4237 123%向上延伸 一个呢 是4267 150%向上延伸 一个是4322 200%的向上延伸 然后呢 我以前已经讲过好久啊 在日图 他有个三角向上突破 上方的目标价 现在还没有达到啊 这个是日图 原来有一个突破啊 这个上方目标价 仍然是有效啊 这个就对我们未来的走势 这个价格仍然是有效 这个价格就是 4294到4364 一个70点的一个上方目标价 这是未来上方可能走的 那如果啊 下周市场回撤 那么支撑 包括啊 支撑有4158 就是50%那个中线啊 4104 目前这个价格区间的下一端 如果 未来SPS向下突破了4104 目标价是4050 啊就是百分之负的 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延伸啊 和3995 就是向下的啊 就是负的百分之两百的向下延伸啊 这是未来下周啊 这是我们呃 需要关注的这些价格价格点啊 啊 然后这个SPS他走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可能会回撤啊 走到一个支撑 他可能会反弹啊 他是这是一个情况 然后我下面呢来讲五个要点啊 就是说我对下周看法的 呃五点啊 大家也不用记 就你要是觉得有用啊 你把这个图截一下就可以了 那第一点啊 这个因为周图啊 它是一个买入信号啊 向上突破 然后科技股又非常强劲 那么未来啊 未来一两周市场的大方向是看涨的 虽然呢 那就是在中间啊 有回撤 有盘整啊 这也是很非常合乎逻辑 非常可能的啊 这是第一点 我对未来看法啊 第二点 下周二 是啊 下周一 休 狼威肯吧 他是 Memory Day啊 股市不开 那么下周二是下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啊 那么下周二呢 他是五月二十五号到五月三十号趋势段的末日最后一天 他很可能是一个极端反转日啊 有三种情况这一天哈 一一种情况直接反转了 第二种情况呢 他走高 然后再回撤低收 第三啊 他就出一个极端高 就是说他没有反转啊 但是他继续高收了 那么周三他就会低收啊 就很可能是低收 那么是究竟是哪几种情况 这个就不好说啊 这个是不太不太好讲 不太不太确定的啊 如果你看15分钟 他可能开盘的头 半个小时可能会有一个回撤 然后很可能还会往上去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三种情况 要么是周一周二这一天呢 就低收了 或者如果他没有低收 那么就是在周三 他会低收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这个日图价格信号 他是有背离 刚才我已经说了啊 价格升得很高 但是技术指标 他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然后非价格指标呢 52周牛海牛漏 它是背离 它是向下的 然后呢 周五盘中 Revix是走势是背离 这个这是15分钟图啊 SPX 这个是呢 Revix 反向的Vix 那你看啊 就是说这个价格呢 他是礼拜五啊 就是今天 他一路是向上的 但是这个Revix 他一路是向下 然后只是到了收盘 最后一根半 这个指标才往上 也就是这个Vix 他才跌了 也就是说呢 今天Vix是和SBI同向走的 这一天 那在我这个地方看呢 就是这是 这个是不 啊 价格高啊 这个Revix应该也高才对啊 因为我是把这个Vix颠倒过来的 编的指标 啊 那他是往下 这是一个背离啊 然后价格在一个很高 然后这个Revix 他只是抬了一点 啊 这个是 啊 非价格指标 有背离 所以呢 下周二 成为一个极端反转日的可能性 很大 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 在这一天 周二或周三 会看到某种程度的回撤 或者是盘整 这是第三点 我对下周走势的看法 第四点 六月二号 也就是下周五 是六月二号到六月十二号趋势段的首日 就是我的这个波动预测指标啊 他给预测的就是这二号 六月二号到六月十二号啊 他会出一个新的趋势段 那么这六月二号呢 他是这个趋势段的第一天啊 所以呢 这一天成为一个极端反转日的可能性很大 啊 就是下周五啊 那么 按照我的定义 要么是当 当日就掉头啊 盘中反转 或者呢 是下下周的周一 掉头啊 就是收盘下的反转 也就是在这一天啊 下周五 他要么就是我们看到反转了 要么就是他就是一个收盘的 呃 收盘的高或者是收盘的低啊 那这个是 呃 这个可能性 这样的可能性 有相当大 但也可能错啊 也可能 也可能是错的 但是是对是错 我们要到下个礼拜一收盘 以后我们才知道啊 第五点啊 六月三号 也就是下周六 是满月啊 FUMU 这个这个满月这一天有70%的可能啊 大盘在 这下周五或者是下下周一 出一个低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而后反转向上啊 当然也可能啊 也有20%的可能呢 下周五啊 可能是一个高 啊 那么也有10%的可能呢 就是 既不是高 啥也不是啊 那这个是 那就说明 说明我这个预测错了呗 对吧 我这个 我的预测跟 跟他这个是挨着啊 这个周六是 满月嘛 那 那么就是在下周五 和下下周的周一 市场会出一个反转 啊 那么 呃 那现在看呢 就是结合着第四点啊 就是说呃 我们 下周五是一个新的趋势段 七个交易日的趋势段的一个 首日啊 啊 这因为周六月三号是满月啊 因为六月三号是满月 所以这个周五啊 很可能 有70%的可能是个低啊 出高的可能性只有20%啊 就是 比较大的可能 他是一个低 而后呢 啊 在下下周啊 他就可能会有一个出现趋势性的走势啊 大波幅 大洞 可能是往上去啊 这个就我们现在先说到这儿啊 啊 是不是这样 我们到时候我们才知道 好了啊 我就讲这么多话 谢谢您的观看啊 希望您呢 在视频下方的评论性给我留言啊 我希望听到您的反馈意见 如果您能够订阅点赞和分享转发啊 那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啊 也希望关注本频道其他方面的内容 因为我这个频道 我上次讲啊 我这里边有十十多个方向的多主题的一个频道啊 那么我最近呢去加拿大玩了一周啊 上周到这这周二啊 一二回回到那个美国 呃 去加拿大旅游 我呢 也争取在周末啊 我把加拿大旅游拍的那些视频和照片啊 啊 把它做出来 那也希望 你能够关注啊 加拿大非常美 啊 那么 我就 就先到讲到这儿哈 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大家 nostra 啊 感谢观看